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分享一个关于虾皮的小知识 其实白色虾皮和黄色虾皮它们区别很不一样 首先白色虾皮大多数是渤海虾制作的 还有虾青素比较少 所以颜色偏白且透明 吃起来口感会稍微斜一点 而且特别的鲜 而黄色的虾皮大多数是由冬海虾制作来做的 所以含有虾青素比较多 所以颜色呈现浅黄色 个头要比白色的大一些 口感鲜美 没有纤维 好的虾皮一般透明度高 淡黄色比较好 地爱新鲜的虾皮用手抓一下 松开会横散 如果抓起来成团状 最好不要购买 第三 买虾皮的时候也可以放到嘴里 尝一下 如果太咸 说明是人工往里面加盐的 这样的虾皮就不建议购买 第四 白色虾皮虽然虾青素比较少 但是含钙量比较高 所以需要补钙的话 就购买白色虾皮吃 如果是做馅 或者是炒着吃 就买黄色虾皮 以上就是购买虾皮的小知识 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嗯 买